究竟10公里有多远? 沿路会不会有很多斜路要走上去呢? 可以试拍一次就好了 如果这是你的心声 那就等我陪你鱼拍一次 以下是我2013年第一次参加 渣马10公里赛事的片段 希望对你有帮助 天未光就要起床了 贴好纸筒贴后再穿上占衣 记得吃早餐 好,出发! 开跑啦 桥上的风汗很大 还有很多人不想看你身影机 记得不用管旁边的人的速度 要保持穩定的步伐 堅守原则,跑完全程 终于来到了第一个折返点 跑过了4公里 就会开始有水供应 大家都很自觉地把用过的纸杯 放在路上最旁边 以免障碍其他人前进 跑过5公里 越来越多人变身游客 拍照留念 看下,天桥上面很多人为我们加油 跑过6公里 7公里 8公里 怎么办呢 有点急 但要忍一下 要去到终点才解决 可惜路上又充满有惑 根据研究 原来女性如刺的频率 大概是男性的1.5倍 所以,姐妹们就要特别注意水分的吸收 我通常都只会把水含在口里 让它慢慢摸入食道 而不会把它一口吞到肚子 好不容易才冲博重重有惑 跑过9公里 来到第二个折返点 这里是全程斜度最大的 根据专家的意见 上球的时候 可以在手向后摔的时加大力度 增加前进的动力 姿势就有点像滑雪那时 而上球前 斜球中段和上球之后 就要深呼吸 增加氧气供应 接着就是下球 下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不少人 因为控制不住速度 就在这里跌倒了 跑下球的时候 双手适而摔在身边 而双脚就细细步地向前跑 看到地上鲜艳的蓝绿色 就代表终点在望 这里你就可以大大步向前跑 等大会在终点时 捕捉你冲线的一刻 恭喜你 终于跑完10公里了 下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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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车